好的 接下來跟各位介紹的這個案例是一個 內視鏡提眉手術 或者是內視鏡前額拉比手術 最常適用的病人 那這個病人主要來的主述就是 整個主要是眼尾下垂 那整個眼部感覺上非常的老態 然後還有包括這個眼袋很明顯 然後整個中面部的部分 都有一個下垂的現象 法令人當然也出來了 不過他最在意的就是 各位看這內側這個地方的皺紋 還有外側這個眼尾的地方整個下垂 那另外就眉毛整個壓下來 眉眼之間距離比較近 那給人家一個凶惡的感覺 而且本身看起來就非常的老氣這樣 那我們給他的建議就是說 第一步這個眉壓眼的部分 我們就可以使用內視鏡提眉手術 那這眼尾的部分就會跟得上去 雙眼皮手術不一定要會需要做 那這個瀑布鏡的皺紋就會得到明顯的改善 那另外這個是眼袋的部分 眼袋部分我們可以用外開的方式 外開這是外開的切口 來處理眼袋 那淚溝的部分也可以順便處理一下 那整個中面部我們也可以使用內視鏡的提省手術 幫他把往上面拉 那這個地方法令紋的部分 理想上應該是會得到蠻明顯的改善 那各位看一下側面 那這個中面部下垂的現象就變得更明顯 眼尾是整個下來 那眉毛是整個壓下來 那這地方皺紋非常的明顯 那有一些淚溝 那眼袋的部分當然就不用說了 非常明顯 那這個地方可以看到他 這個眼尾是下垂的非常厲害 那這個是做完手術的樣子 各位可以發現很明顯的 這個整個區塊都感覺上非常的年輕化 效果非常的明顯 那具體來說 原本這個皺紋的地方 得到非常明顯的改善 那眉眼之間距離也拉開了 那這個眼尾的部分 原本的下垂感也得到很明顯的提升 那這個是 各位看到這個是手術完兩周的 外開眼袋的切口 還沒有完全復原 不過我相信他最後應該是復原的非常好 那整個中面部的區塊 都得到一個很明顯的提升 那眼袋當然都完全不見了 那另外一邊也是 眉眼距離非常明顯 皺紋改善 那眼尾拉提 在完全沒有做雙眼皮手術的狀況之下 可以得到這樣的效果 那這是左側外開眼袋的切口 那這個部分 中面部可以得到一個非常明顯的提升 那眼袋完全消失 從外側來看 各位可以看到這個contour 這樣的contour 效果非常的驚人 那這個整個中面部提升 包括這個地方 也是得到中面部提升 眼袋消失 眼尾上提 眉毛上提 眉眼距離整個打開 整體而言 回春效果是非常非常的明顯